今天趁一整天的時間帶大家去一個比較遠的一個地方 叫做湯山風景區 然後昨天因為在市區嘛 所以各景點之間都是打車的 今天帶大家來看一下南京的地鐵跟公交 我覺得南京的地鐵跟台北蠻像的 都還蠻新的而且乾淨的 我到一個超詭異的地方 導航說這裡是湯山風景區 但是明明就是黃土高原 不過既然還打得到車我覺得蠻厲害的 我決定先打車到一個有人的地方了 你好 這裡不是湯山溫泉風景區嗎 你要我的高的是什麼 現在我們去的地方是有人的對吧 去這個地方 也是有人的地方 這地方就是分景區 那是什麼人啊 這裡也是一個溫泉景點吧 這個不是的 這個景點就相當於很適合 還沒開發火 我跟妳講 你到前面去整個地鐵跟台北蠻的地方 你不行我電力去 南京圓人風景 這個叫南京圓人風景 這就是南京圓人風景嗎 沒有開發火 哦 哦 他們這邊 搭車都不夠搭 我跟妳講 你怎麼搭我 你怎麼搭我 前面那個人這麼搭我 不好搭車 那這邊還蠻有名的呀 試試看 今天都叫湯山 非常恐慌 也到學會也恐慌 小的酒店啊 看裡面搞一個溫泉景點 也不是正味 那湯山真的溫泉在哪裡呢 真的溫泉 還沒現 你看見那個地方 你導航的好不好 你定一個就是在這邊 哦到這裡啊 好奇怪哦 我不是這邊的人 但是我是南京圓人 我知道哪個地方好啊 哪個地方好啊 你把他修給他 地主 紫荊山 那這邊到紫荊山多久了 大概也要半個小時了 那個地方比這邊好啊 多 那邊人 那邊人不行動 而且我們臉 環境也比這邊好 這個湯山溫泉 根本就是一個 還沒有開發的一個地方嘛 氣死我了 唉 早上白跑一趟 現在還是要回市區 所以我改變了一下行程 我下午要去紫荊山步道 其實紫荊山 離昨天中山林 就沒有很遠了 都在那一片山頭 早上實在太奔波了 肚子好餓喔 來星巴克坐一下 撫慰一下我受傷的心靈 行程 還要實名認真 沒事 所以發生什麼事了 沒什麼事了 因為正常的 撫慰一下 往後面倒一下啊 那現在在紫荊山那些人 不是嚇死我嗎 剛剛通報了 好像故障了 你太恐怖了 我又被叫下來了 從來沒有遇過這種事 所以我有點小問題 半個小時直接上不去 就可以去退票 半個小時直接上不去 叫我去退票 OMG 如果技術員會叫我去退票的話 我覺得我也沒有什麼學念 帶上去 哎呀 我的南京第二天 真的是一波三折 早上去了湯山溫泉 結果是一個半開發的地方 然後來了紫荊山的這個纜車 竟然就在我前面壞掉 搭不上去 不過至少人還健在 然後還能從湯山溫泉打車回市去 我個人已經很滿足了 現在最後一個景點的話 是要去紫荊山步道旁邊的一個白馬公園 這次南京我覺得比較著重在景點 但是吃的方面好像都沒有深度的探索 所以希望下次還可以再來一次南京 然後介紹一下南京的美食 進白馬公園還要10塊錢 這個龜頭更掉了 南京真的處處是 哈囉 這就是今天最後一個景點 白馬公園 白馬公園其實是 剛剛在那個計程車上面 司機推薦我來的 雖然在南京的機車廳有一波三折 但是至少我覺得 平安的抵達市區已經很開心了 在湯山那種地方還能 就是 打到出租車 已經心滿意足了 好了 那我就要回酒店 準備明天的商事會囉 期待下次再來南京 掰掰 拜拜